妈咪说 知识就是力量 大家好 我是妈咪叔 今天先问大家一个小问题 这是前两天一个外国有人问我的问题 他说为什么你们中国人喜欢说666呢? 因为666在不少外国人眼里是不吉利的意思 有同学说那就是6的意思呗 那不行 你这么解释他听不懂 作为一名理工男我必须得给他一个负责任的解释 所以我跟他说 我说第一 666是一个三角形数 是第36个三角形数 这就意味着前36个正整数之和刚好是666 第二 666是前7个素数的平方之和 就是2、3、5、7、11、13、17 这7个素数的平方之和刚好等于666 第三 罗马数字一共只有7个 其中的前6个就是1、5、10、50、100、500 就是大部分国家的货币流通的面值 这6个数相加也刚好等于666 第四 正弦函数赛隐666度等于负的2分之φ 其中这个φ就是完美比例黄金分割率 2分之√5加1约等于1.618 所以综上所述我们说的666就表示了完美厉害的意思 外国有人说你们中国人数学果然是好 反正我也不知道他听不听懂 然后我若有所思的往后倒了一下 赛隐666度等于负的2分之φ 所以才有了今天的选题 想猜我讲什么不可能的 好 那咱们进入正题 黄金比例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 说任意一条线段将其分成两部分 要求长的比短的要等于总长度比上长的这部分 然后你求出的长比短的比例就叫做黄金比例 约等于1.618 通常我们用希腊字母φ来表示 那它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说法不是很统一 但是有一种说法比较可靠 黄金分割最早是来源于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 当时他们正在研究这个正五边形 他们发现如果你把一个正五边形 就是任意两点的连线都给它连上 那么在内部就会形成一个正五角形 然后下意识的就研究了一下正五角形的性质 那首先就得研究长度呗 你会发现正五角形的这五条线段 它们彼此相交的这些个交点 把这些线段分成了弱干部分 然后你任意组合这些线段 就只能找到四种不同的长度 那咱们从长到短 依次给它命名为A B C D 然后通过测量你就会发现第一个结论 就是A比上B就等于B比上C 还等于C比上D 感觉很神奇 其中A B C D还满足一定的关系 就是A等于B加上C B还等于C加上D 所以我们把这个连立起来 就会得到这样一个方程 就是B加上C 再除以一个B就等于C分之B 那我们把左边画简一下 就是1加上B分之C 它就等于C分之B 要把C分之B当做φ 那就会得到1加上φ分之1等于φ 你左右两边同时乘以一个φ 就会得到φ加上1等于φ 你看1元二次方程 求出来的正整数解就是2分之5加上1 这个数约等于1.618 这显然是个无理数啊 所以φ很可能就是记根号2之后 古希腊人发现的第二个具有几何意义的无理数 φ的定义式就是A加上B比上A等于A比上B 我们把A比上B定义为φ 其中A要大于B要大于0 那假如说这有一条线段 然后这有一点这是A这是B 其中A比上B就等于总长比上A 那我们把这个总长给它单拿出来 就是假设你后边还有一条线段 长度为A加上B 那这样就是后一项比上前一项就等于φ 那你看后一项还等于前两项之和 是不是有点熟悉啊 菲布那契数列就是这么定义的 对吧 0 1 1 2 3 5 8 13 21等等 后一项是前两项之和 所以fn加上1比上fn就应该约等于φ 当n趋近于无穷大的时候 极限值就失败 那咱们再来看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很神奇啊 一个数的倒数等于其自身在减去1 也就是1.618...他分之1 就等于1.618...减去1 等于0.618... 所以0.618有的时候也被人们称作是黄金比例 那我们再看这个等式 根据这个等式我们就可以把这个φ 给它换成1加上1分之1 对吧 也就是φ就应该等于1加上1分之1 然后这个φ还可以这么替换一下 那也就是等于1加上1比上1加上1比上1加上1分之1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黄金比例的连分数表示法 然后你再看这个式子 φ2等于1加上φ 一个数的平方等于这个数本身再加上1 也就是说1.618...他的平方就等于2.618... 有意思 那同样根据这个式子我们就能够得到φ 应该等于√1加上φ 那我们要是把这个φ也换成这种形式呢 那就是等于√1加上√1加上φ 然后再替换 那它就该等于√1加上√1加上√1加上√1次类推 这就是黄金分割的平方根表示法 那你说我穿插着来行不行呢? 比如说φ等于√1加上φ 我把这个φ用这个式子替换行不行呢? 可以 那它就等于√1加上1加1分之1 你看 变成分数了 就等于√2加上1分之1 然后你再用这种形式替换 就是√2加上1比上√2加上1比上√2加上... 这样就得到了这样的表示法 但是一般没有这么写的 好 知道黄金分割怎么来的了 按理咱们就应该聊聊它怎么用了 但是对于美学你们肯定比我厉害多了 我个人感觉这可能是科学圈里做的最成功的一次营销了 以至于上千年什么东西都要往黄金分割上靠 只要靠上了就好看 靠不上就一般 可能是理解起来比较亲民 所以很受人们喜欢 也可能是我确实对美学不开窍 所以咱们不聊这个了 继续来聊黄金分割 聊啥呢?咱们看看 怎么能给黄金分割拓展一下呢? 刚才咱们说 这个黄金比例φ是来源于方程 x²-x-1-0 对吧? 那如果我们要是给这个一次项加个系数呢? 比如说 x²-2x-1-0 这个方程的正根是x-√2-1 它有没有什么含义呢? 你看啊 x²-2x-1-0 我两边同时除以x就得到x等于2-x-1-0 你再把这个x换成a-b 那就是a-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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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b 然后我们就会得到2a-b-b-b-a 等于2.414 这个Δs叫做白银比例 有同学说白银比例有啥用呢? 我跟你说啊 同样很美 我们按照这个定义是 然后回想一下刚才那个黄金分割和菲伯大奇数列的关系 你发现你通过它也可以构造一个数列啊 第一项是0 第二项是1 第三项2a加b就是两个第二项再加上第一项 那就是2 下一项就是2乘以2加1就是5 然后下一项是12然后是29...这样一次类推 这个数列叫做佩尔数列 应该有同学听过佩尔方程 这里边还有个小故事 其实佩尔数列和佩尔方程和佩尔没啥关系 形如x的平方减去n倍的y方等于1 其中这个n要是正整数 然后还不能是平方数 然后求xy的正整数解 这个方程就叫做佩尔方程 也是很早就有人研究了 后来费马重新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 还说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 然后公开挑战 后来很多数学家都有贡献 然后佩尔当时是把别人的书重新出版了一下 这个人叫做拉恩也是一位数学家 后来这本书就被欧拉看到了 欧拉说解决的挺好 一开心顺便还给这个问题起了个名 说那就叫佩尔方程吧 其实跟佩尔没啥关系 都是拉恩的成果 最终问题的彻底解决还是拉个冷日摆平的 不过既然是欧拉起的名 所以到现在人们也没改 不管了 咱们来看这个数列有什么用呢? 根据这个定义式我们就能够知道 说fn加上1比上fn 当这个n趋近于无穷大的时候 这个比值就是Δs白银比例对吧? 白银比例等于啥呀? 等于√2加1 所以知道古人用这个数列干啥了吧? 来求√2的近似值 所以这种方法其实很早就出现了 那时候又没有计算器啊 这个数列写的越远结果就越精确 比如说咱们这个再往后写两位 就是70然后是169 169比上70再减去一个1 它约等于1.414286 而真实的√2等于多少啊? 约等于1.414214 你看这才写到第几位啊 精确度已经很可以了 那你说这个白银比例 有没有人把它和生活中的美学联系起来呢? 还真有 而且还是常用的东西 就是a4值 一般常用的打印值都行 你可以算一下 比如说这个a4值 它的长宽分别是297和210 这两个数值的比就是近似的√2 而且是很接近 有同学说这也不是白银比例啊 白银比例不是√2加1吗? 别着急 比如说这是一张a4值 然后这是√2 这是1 你在a4值上减去一个正方形 那这是多少啊? √2-1 对吧? 这个长方形的长宽比就是白银比例 1比上√2-1 它等于√2-1 可能这个比例显得有点长 结成个正方形比较符合审美 所以有的时候√2比上1 也被人们称作白银比例 显然没有黄金比例火 黄金白银都有了 有没有青铜呢? 有 就是当这个方程它的一次项系数为3的时候的正数解 就是x²-3x-1等于0 它的正数解等于3√13 约等于3.303 同样你还能够找到一个数列 第一项是0 第二项是1 第三项就是3个第二项再加上第一项 所以是3 第四项就是3个第二项加上第一项 3×3加1是10 然后是33 等等这样一次类推 这个数列可以干啥呢? 来求√13 明白了吧? 十分巧妙 青铜后边人们也不知道该叫什么了 于是就把x²-nx-1等于0 这个方程的正根统称为金属比例 或者叫做贵金属比例 当n等于1就是黄金比例 当n等于2就是白银比例 以此类推 甚至我们还可以总结出一个所有正根的通解 就是2分之n加上√n方加上4 其实也不是总结 就是求根公式来的 所以理论上√n方加上4 这类无理数即使不给你计算器 你也可以估算出一个相当精确的结果 最笨的办法就是勾到数列 其实还有个聪明的办法 利用连分数 还记得黄金分割的连分数是怎么来的不? 说呢? φ等于1加上1分之1 然后我把这个φ用这种形式替换 一直换 可是你这个式子不是根据方程来的吗? 那你现在这个系数变成n了 那就是假设通解是α 它就等于n加上1α 然后知道咋办了吧? 就把这个α用这个式子替换 所以贵金属比例的连分数表示 就是n加上1比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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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加上1次类推 所以用这个办法也可以估算 好 到这可以结束了吗? 还不行 咱们再看 x²-x-1-0这个方程 一次项拓展完了 二次项还可以再拓展 对吧? 怎么拓展呢? 把秘数进行拓展 就是x²-x-1-0 这个方程同样有正根 x等于34√9加上√69 再加上一个34√9-√69 这个数约等于1.325 为了方便计咱们就把这个比例看作近4的4比上3 差不多 这个数叫做塑胶数 显然是金属都用过了就选了一个塑胶 怎么去理解它呢? 比如说黄金分割就是分割线段 一个点把线段分成了两部分 但实际上这里边是包含了三条线段 排列组合嘛 这道题就相当于两个点分割线段 那能分割出几条啊?6条 然后长的比上稍短的要保持一致 你比如说这是A 这是B 这是C 要求是B比上C 比它稍短的 要等于A比上B 然后还得等于B加上C 再比上这一段再比上A 还得等于A加上B再比上B加上C 还得等于总长A加上B加上C 再比上第二长的A加上B 能理解吧? 咱们就用前面几个就可以了 通过它俩就能得到B方等于AC 通过它俩就能得到A方等于B方加上BC 然后你把这里边的C都给它消掉 就会得到A方等于B方加上A分之B的立方 然后再把这个式子两边同时除以A方 那就是1等于A分之B它的平方 再加上一个A分之B它的立方 咱们要求的是A比上B是吧 所以那就相当于1等于x方分之1加上x的立方分之1 咱们只要正根所以两边同时乘以一个x的立方 于是就得到了x的立方等于x加上1 你看这不就是这个方程嘛 它的正根就是咱们刚才说的约等于4分之3 还有一种方法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方程 说有这么一道题 把一个正方形分割成三个相似的长方形 请问有几种方式呢? 你们要是感兴趣可以暂停思考一下 首先你很容易想到平均分 就是多给它分成1分之1 第二种我可以先给它分成一个大的 然后再分成两个相等的小的 其实这就是三等分点 这是1 这是2 总长是3 你看1比上1.5就应该等于2比3 那除了这两种方法还有别的办法吗? 有 就是分割成三个不一样的长方形 大致就是这样 这三个长方形相似 时间关系咱们就不推倒了 你们可以自己求一下 每一个长方形的长宽的比例就是塑胶数ρ的平方 那你可能会问 塑胶数这个比例有什么用呢? 还真有人研究它和美学的关系 20世纪30年代 一位荷兰的建筑师Line 他说黄金分割只是人们感知二维物体的美感比例 而塑胶数才应该是三维物体的完美比例 就是几次方就是几维 重点是他说塑胶数还有一个功效 就是它可以描述人类的感知范围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给大家一些零零碎碎的图形 都是圆 只不过大小不同 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些图形的时候 你就会不自觉的把它们分成了几类 可能是大中小等等 那我们的大脑是依据什么标准进行分类的呢? 就是多大的算大 多小的算小啊? LAN说塑胶数就是界限 约等于4比3 比如说有一杯中杯奶茶 和它相比多大的算是大杯的呢? 超过4分之4的比例就算大杯了 我留意了一下奶茶的杯子好像还真差不多 然后在1967年这位建筑师还设计了一个教堂 主要用的就是塑胶比例 你们感觉美吗? 反正理工男遇到这种问题肯定就是完了 然后按照LAN的理论 在平面图形当中我们认为黄金矩形好看 如果拓展到三位空间就应该是塑胶立方体最好看 这里边它的长宽高的比例就是塑胶数约等于4分 同样 你们感觉咋样? 好 那今天就聊到这儿 每周一三五 B站、YouTube、微信公众平台不见不散 我是妈咪叔 一个较真儿的理工男 下期见 拜拜